上台下台 戏剧舞台的招商目死 台上台下 表演艺术的木起灯亮 欢迎收听 钱大同主持的 表意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 表意启示录 我是节目主持人 前两集跟两位的姐妹 美丽的姐妹聊 有时候就忘我了 第三集要稍微多 让他们讲讲话 让他们来谈一谈 他们未来的音乐的一些规划 我们请我们的小提琴家 赖云安 还有他的妹妹 长笛家运帆 跟全华人地区的朋友来问安 大家好 我是赖云安 大家好 我是赖云帆 这个上两集 我讲话太多了 这集你多讲一点 那个毕竟 音乐还是要有一个延续性 往未来的发展 其实你觉得怎么样来看待 你们家族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辈子 然后来推广音乐 我们目前都是以教学为主 所以我们教的年龄前程 有从中班到成人 所以像我最大年纪 有一个作家跟我学 大概80岁 之前学小子情 等于说以家庭的音乐教师为主 对 也会很长的时间 会有一些音乐会 就是管弦乐团 室内乐 或是独走 所以都是比较在周末的时间 对 所以平常练习时间 就是在下了课之后 没有 白天早上 白天就要练 对 那就是把体力比较好的体力 还是有个教学 先练习 先练习比较优先的 对 然后再来就教学 对 那听音乐会听得多吗 也还蛮多的 听蛮多 美眠呢 美眠也是一样吗 嗯 也喜欢 对 我现在因为做媒体人 我听太多了 就说像最近 像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已经是大概八月了嘛 那我大概二零二十七月 就要听爱乐的那个 可唱音乐节 我几乎都是满党 那就觉得音乐是一个 非常棒的艺术 我特别觉得你们这个 音乐教师 可以做点事情 就是比方说 台湾现在这个 所谓这个 壮世代 就是六十多岁以后 七八十岁都还能动 还有体力动 他有钱可以花 这批人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开发 开发 就这批 这批好朋友们 子女也大了 也不需要操劳了 然后即使 生理精神还可以 我倒觉得 愿然愿然 你们可以开发 他们当学生 就算你当中的一个年纪 像蛮多退休的 现在都很喜欢 而且他们不需要 什么大成就嘛 他们不需要去考卫 那一学 而且其实我们的 末少神经 只要有多刺激 他就会预防老化 干脆我们来成一个 壮乐团 真的啦 我很想做你知道吧 因为我就是一个 不用工 我以前拉二 我拉的全 我们那个社团最好 我还拉一年 可是没学 我还其他社社长 对不对 就是说 没办法 就是环境 那我觉得 到这个年纪 想做点 让自己不要遗憾的事情 像广播也是 我当时想到 我也没想过 我会做广播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 右边讲到我 我刚刚毕业的时候 我第一次想要考 普大的大传系 可是我身上高工 所以没办法考大学 因为大学课程 跟高中念的不一样 高中是属于普通中学 要念考大学嘛 我们高工的英文 是比高中的英文 是弱的 所以考这个 大学是很吃亏的 我那时候最想念 普大大传系 绕了几次年 还是弄到大传 所以我倒觉得 有的时候 你做这些事情 可以稍微想象 空间大一点 妹妹如果说 做一些戏剧训练 你们有没有兴趣来学 戏剧蛮期待的 我们可以为了 你们这种学音乐 特别开班 真的 哇 不是 你知道我们 学工业设计 甚至学商学院 现在美国一楼大学 都在搞戏剧治疗 戏剧教学 开过内在 其实学音乐的人 是比较劲的 你知道吧 就是比较矜持 就要端在那边 最好当然学舞蹈 他没有学过舞蹈 你肢体应该最好 舞蹈的肢体是最好 对不对 小学的时候 对 我觉得我们学表演艺术 应该是要多元去切入 当然这个回到两位 这个音乐家的 这个 不管未来的期待 我在想说 室内院你们是最爱 一定是最爱 还是说 杰森这边有特别的想法 对啊 我觉得室内院 或者说想要跟电影 音乐合作 做一些那种BGM的 Background的 音乐 对 我可以帮你们忙 对 因为这个东西 台湾现在就是要走到国际化 那你题目题材如果太小 你就变得越来越做越小 像我前不久访问那个 任仲 他就叫台湾三个人乐团 他就很喜欢BGM 就是电脑电子音乐 电玩音乐 做一些创作 而且我们的节目也是希望说 让你们这些音乐家 或者各样音乐工作者被看见 那像妈妈跟你们的 这个配合关系 是成全你们嘛 比较不会给你们限制嘛 对不对 对 很自由嘛 对 谈谈妈妈吧 怎么样对你们的影响 他给我们就是 希望我们要自律 因为他也是非常一个 很有主动的人 所以就是 他会希望我们自己 把这些事情安排好 对 他会给我们建议 可是他不会逼我们说 一定要这样子 妈妈是严格的人吗 还是还不算严格 应该算严格吧 很严格 老师 但你们小时候 有没有被修理过啊 像我小时候常被修理 我们蛮调皮的 我的意思说修理 你懂吗 就是不是讲哦 手机下来K了 你们应该没有哦 我们那年代 妈妈这时候老师打耶 真的啊 你要给我打 那老师不打 不成才的儿子就这样 所以我们那时候 老师打 我们不会恨老师耶 我们顶多好像是罚战 我记得 还是有嘛 还是有要求 对 像我小时候 真的太调皮了 那我在想说 这个记律很重要 尤其去音乐 我常觉得音乐家 是很懂得次力的人 真的 我觉得所有艺术工作者 音乐家算是最次力的 比较起来了 那你们平常怎么样 安排时间练习啊 像姐姐这边 像我都会喜欢 早上一起来之后 早餐之后就开始练习 要练多久平常 三四个小时吧 没有演出 有演出 太厉害了 三个小时 钢琴我十分钟都没耐性了 但我以前在维也纳一天要练六小时 就是真的是这样 曲目太多了 除了上一首间吃饭 就是练 因为我们两三天上一个主修课 我突然想每一集都问 这四个字专业人会问的 肌肉记忆 对 其实我们练习有分两种 一个是大脑记忆 一个是肌肉记忆 那肌肉记忆 就是你在练习你的手指 有些那种特殊炫技 你过不了 或者不熟 两个都需要 都需要 但是我们练琴是要用大脑练 不是只有靠肌肉训练 美眠呢 对 这边我讲完了 没人家突然大脑出神了 我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刚刚你讲这个 我们练习它那个 尤其你慢慢老了 你很多都一顿了 你没办法摆得那么快 我记得我步兴八十几岁 看到那个停车上 不是有那矮的栏杆吗 很矮 就让你机车过不去而已 他就以为他能跳过去 你知道 他忘了他很怕自己 他就被勾了一下 摔一下 我步兴很厉害 九二七的走 我就觉得说 你还以为你年轻 可是这是说 力不从一 我以为我行 其实我已经不行了 就是我们到个年纪的 机能会退化 那音乐家 我记得你们这个大师的 呼罗我已经知道 看他那个 当年的DVD 或是那个 那个什么录影带 那个手跟弹簧一样 好神奇 又怎么练的 从年轻就开始练 所以他到老的时候 还都记得 不得了 弹簧一样 不是我想说 这把年纪了 那长迪 长迪斯里也是有 这种大师级的人 对 那个手指好像 不是自己的手指 好奇怪 怎么练的 基础吧 你们需要背谱吗 要啊 有一次我听那个 黄玉文 黄玉文老师 在北约大的 演那个 牧手师纪的 那个钢琴的 这个改编的 这个谱 我这个玉文 你怎么背的 他说背不是必要的 真的整整整 背起来 好厉害 像我们这种 不喜欢背的东西 就很辛苦 当然我们还是要提到 就是音乐这一块 就是音乐 对两位来讲 当然是从小 妈妈给的环境 你们将来也会 为此这个 算是贡献一生 那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这个未来的对象 也最好能走音乐 没有局限 就是都 都可以 不用说 当然这比较私密 我不敢多问 就是说 如果说你们现在有对象 是不是也是 喜欢音乐的 一定要会是 兴趣喜欢音乐 这样才能聊得来 妹妹呢 是觉得多接触 各方面的 他蛮喜欢 这个像我自己 学音乐也是 我小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中午 我们有那时候 做真便当 现在你们 大概没有这个机会 就是每一家 会带便当 然后去 学校有个厨房 用个铁篮子 然后放便当 那个篮子 没有啊 有这种音乐 也有 可是你知道 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 就是学生 去当那个 算是学校老师 请学的 去帮忙 放鼓点音乐 所以我小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我的鼓点音乐 不是现在 我小时候就有 比方像那个 什么 我都听过 我在发现 那个年代的这种 薰潮是有效的 就是说 你从小就 就已经听过这些音乐 你们现在觉得 台湾的音乐教育好吗 应该有 慢慢越来越好 就是很多欣赏课 可是我们现在学校 连唱游都没有了 真的 你们想什么 学校唱游 一两脚子唱歌 没有 直笛课 对 就是跟音乐有关的 现在听说很多学校 已经拿来当客服 真的 重视 我们小时候会老是 弹钢琴 弹锋琴 让我们唱歌 叫唱游 国小唱游 唱歌的唱游玩的游 现在几乎这种课 都没有拿掉了 就变成通识课 或者说 就弹得比较空泛 那我觉得 华夏民族 特别是汉民族 唱歌还是相对弱的 你看欧洲 你们去欧洲 看北欧那个合唱团 或南欧的 或什么什么 英国的 很会唱歌 我们台湾这边 就比较弱 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 两位现在也在教学生 不管是音乐班 或者在外面教学 你们会不会怎么看 台湾现在的学生 学习的这种动力 我们还蛮常 遇到很主动 很想学的学生 你们运气真的很好 他可爱的也很有 我曾经教过 九十几个学生 想学的不到三个人 名校 真的 而且这个学生 一直跟我保持联络 我说你老师 是不是教的很烂 你们班都不学 他说你教的很棒 那我说你班都不学 他说我不知道 他班都不学 因为我觉得 做节目有个好处 就认识不同的人了 那有些学校老师 除了就认识了 我就觉得说 我的方法很活泼 就需要我去教 可是学生会觉得说 学生可能会觉得说 教学就一定要念课本 可能啦 那我说我来教你们 不是念课本 因为课本东西 谁来念 其实大同小异 课本 我讲课本 可是我们的资历 可能一般老师是没有的 我记得我曾经 带学生去台湾第二大的 这个文创商品 设计公司 你们知道什么叫 文创商品吗 不是你们手上拿的那种 什么coachie包 那不叫文创商品 一般我们从文创商品 就可能是台湾 台湾岛 它叫台湾 它就印在不同的杯子 什么什么杯垫 什么手机包 它把它变成一种普及化的东西 就是很庶民的 一般人的 它居然台湾第二大公司 我就带我们某个学校两班的学生去看他们公司 因为公司不大 学生就抱怨说怎么地方那么小 人家台湾第二大 你不能看它地方小 它供应台湾全台湾的卖厂的商品 比方博尔特区松烟 都有它的摊位 我说你某某人 你为什么不做你自己摊位 他说我不需要摊位 别人会买我东西放在那边卖 他不需要自己弄个摊位 那换言之后学生们他不一定了解 整个市场的导向 因为你有没有觉得台湾现在的学生 特别是学院派的学生 学生越来越少 你们会担心未来学习的人口越来越少 有耶 像在音乐系方面 就是已经音乐班的人 比以前报考人数少很多很多 所以很多音乐班 就是也有在担心这一块 你知道我认识一些 跟妹妹有关系的学校 不要讲哪个学校 他说我们的那个声音乐找不到学生 因为你知道 先从考音乐系 他才分不同的那个 应该没错 分什么你要报什么 钢琴组 我的印象应该是五次 他说他们声音乐的 几乎找不到学生 那你看每个学校几乎都有声音乐 音乐学院 怎么不讲声音乐 Vocal的 那有的是找不到 这边老师好几个 没有学生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那你也知道 这种学精致艺术一定要很强 你不能是普通人 就报什么北一大 台一大 那种那种好学校 不大可能 那你们会不会担心 不要到最后 教的都是那种壮世代的 虽然有钱 但是没什么成就感 因为没有什么未来 对吧 你说最近台湾来了 那么多名团 像最近来一个 日本一个很有名的团 在台湾演出 他成军两三年 全世界知道他们 他们每天练十个小时跳舞 我心想说十个小时 怎么挤出来的 当然他们不是一定要 大团体练 他们就是平常可能 小团体就在开始练习 就是在练 像美明你一天要练多久 学生时期的时候 五六个小时 天哪 难怪我们不能学 坐不住 因为我们有祖父修 两个的乐器也都要练 对 然后又要练书 所以 对呀 晚上十二点才睡 也不能教那边用 就觉得说真的练音乐 很辛苦 这几年有没有什么 一些共同的计划 这从2024到2025 有没有什么 比较大的计划 其实慢慢的想要 我们四个兄弟姐妹 一起组团 然后来表演 还没有正式对外做 希望考虑一下 我的建议 因为我觉得IP很重要 因为你如果成立一个IP 你就可以一直沿用这个IP 做其他的拓展 那另外因为时间关于 我们要有在几分之后来聊 像两位既然都是学音乐的世家 会不会想想看台湾 台湾这段时间 尤其是疫情之后 对你们的学生 是不是也某种程度 造成一些冲击 疫情之后反而觉得 越来越多学生 讲学音乐 对 反而是好事 对 那你们有没有帮学生 做一些比方 他们也可以有定期演出 有啊 我们每学期 像我们上个 上上礼拜才有一个发表会 就是在2024年 大概6月的时候 6月的时候 我们每一年都有举办大型的音乐会 那这个是要卖票 还是不是卖票 不是卖票 就是我们教师帮学生办的 等于是给学生家长 亲爱听 亲爱听 学生有一个成就感 我倒觉得你们可以考虑办音乐会 当然你可能品质要要求一下 就是说 比方说几年下来两三个班 然后我们可能调整一下 某一个有个音乐会的心 因为 其实你知道舞台是很迷人的 我们剧场人常常说 进了剧场就出不去了 我前面就把我一个也是跟我们同行 就问他 大宗哥你知道吗 我们剧场就是 我这是不是像吸毒 他就讲对了 会成因 剧场很迷人 因为我在讲 不是因为我们上了舞台 是因为那个舞台 跟观众那个呼吸 是连成一气的 尤其是我们看到 那个我们演出感动的 观众那种 错气 我不是明星 能够看到我们演出 错气 这个表示说什么 表示你的演出感动人 我之前去实验剧场 也看到 对 我觉得你们真的 你们可以尝试 把一些戏力 用到你们的演出当中 因为你们是一个 等于是你们是一个 很核心的团体 家族型的这种团体 比较容易凝聚共识 你们需要用的是资讯 跟这种专业帮忙 你们共识容易凝聚 我想你妈不需要打你们两巴掌 你们才会听 不会嘛 讲讲就可以听了嘛 都可以凝聚 那因为来讲 就是说 因为一般的剧团 它会有些属性的不同 所以有些剧团 可能比较属于实验性 有些比较属于学院派 像我的朋友 新人组 他的剧一定是好笑 因为他们有一些 他们下面的行销 就一定要觉得 这个剧好笑 想有人要看 所以他常常说 我都需要调整 虽然我是团长 我得需要调整 因为我票卖不好 他要认赔啊 下面公司人 是不会赔钱的 是你老板要赔钱的 所以他就说 我希望的 下面给我的回馈 是一个好笑的戏 能够不要那么的八股 每一个剧团都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音乐也一样 那你如果是 纯粹走音乐家的这种 创作 你当然需要终于援助 因为你不可能 把贝多芬拉伦 拉成波拉姆斯 不一样 但问题是说 如果你们要走一些 你们自己的东西 我倒觉得你们可以考虑 用一些戏剧演出来凸显 妹妹今天比较少讲话 对场地来讲 你有没有什么期待 就是参与各种 不一样的心事的演出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想法 我想要开音乐会在那种书店 或是咖啡厅那种 对沙龙的 我可以帮你 我一个朋友是 那个允城出版社的 出版人 是我工学 我可以帮你签一下线 他最近听说有一个大事要做 然后也是发布会 就因为假设你是这种 你就变可以短 小美 对 可能20分30分钟 先把你自己的这个 品牌亮出来 那宣传就说 将来欢迎这种不同的 比较沙龙型的邀约 他又跟一般 音乐会心事不一样 总而言之 我就帮你们牵线了 这个讲定了 那我在想说 最后的时段就行了 我也就是也跟朋友们 鼓励一下 怎么样不喜欢音乐 或不了解音乐 鼓励他们怎么进音乐厅 其实我蛮多学生 他们都还没有进过音乐厅 但是来听我的演出 是第一场 那我都是 周末的音乐会 如果又要请他们的话 他们就可以有 全家一起来欣赏的 可能性比较大 那通常他们第一次的反应 都还蛮不错的 因为他们是 带着期待又 有点害怕 他们得一直白纸一张 对 但是进去发现 还蛮好玩的 其实音乐是可以跟观众 有互动的 它是一种语言 可以传递 所以他可以感受到 台上的这些热情 然后他们 这些欢乐带回家 所以其实 如果第一次 还没有进去音乐厅 听众 就还蛮建议可以去体验看看 妹妹呢 我的学生的话是 像我之前上课的时候 会给他们看一些 音乐剧的影片啊 对啊 你看你每个人都喜欢音乐剧 很太多 对啊 对啊 就是一些小朋友会喜欢 这样子好吧 我们将有机会 我们居然有演出 我们邀请两位来 一起来玩一玩 好啊 对对 我想 我们今天时间也是不够啊 就是 我又是讲太多话了 那就希望说 未来两位姐妹 或跟姐姐 或跟弟弟嘛 对 一起来合作 然后让我们这个 虽然家族型的一个 台湾特殊一个家族 音乐家族 有更多的那个亮点啊 好 我们不要跟听众朋友 说拜拜咯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